多謝阿Mia 其實我不太習慣在街頭說話 但今天在這個情境 麥克風又不夠人大聲 大眾有這麼多人在 我首先很多謝你們 今天我想說的話不是太多 但我覺得是很重要的 重要的地方是甚麼呢 為甚麼今天這個運動 還可以延續到在旺角這個街頭這麼久 還有這麼多人千辛萬苦 在這裏扎刑 在這裏經歷過很多衝突 很多被毆打 甚至被非禮 為甚麼經過這麼多日 我們還堅持得到呢 其實這個問題 不是太多人講 但我覺得大家應該花心思一下 就是其實中共 中國的共產黨 在香港是想做一個大手術 這個手術是甚麼呢 就是要將我們這個開放的社會 將它倒對回成為封閉的社會 其實封閉社會和開放社會 不是一個太難明白的概念來的 很簡單 簡單到就是今天我們站在這裏 我可以拿著咪咪在這裏講話 不會突然間有些人 有些公安來 奪了我回去 不知道哪個地方 甚至不是警署 不是監獄 跟著就混我兩年 其間我甚麼訊息都沒有 我不可以跟任何人聯絡 香港之所以今天站得這麼硬 那些年輕人可以頂得住 是因為我們有這個開放社會的 建制和結構裏面 這個建制和這個結構 即使親共的建制派 都不能隨便去將它消滅 或者將它裏面的內容 將它不斷稀釋 這個不是一個太難明的概念 但是有一個概念 給這個難明的 你今天要記住 就是生活在封閉社會裏面的人 他們出了去一個封閉社會以外 即使到了一個開放社會 他們仍然保留了封閉社會裏面的雜性 反過來講 香港人 我們生活慣在一個開放社會 但是即使我們回到一個封閉社會 我們仍然保留了最自由 對外在世界的好奇 那這句話在哪裏論證 到哪裏有證據呢 我以我自己為例 譬如現在我認識了很多 在中國出去外地生活 留學或者工作的朋友 他即使面對今天知道香港發生這個事情 他們不是走去看CNN 紐約時報 香港的報紙 香港的網台 香港的這些網站 怎樣報這件事 他們證書即使生活在加拿大 生活在美國 他都看回美國 這個就跟我們不同了 我們香港人 回到這個中華民共和國內工作 我們無論如何都如何 絕大部分都想花牆 看回Facebook 所以 其實我們今天在香港這個情況呢 如果簡單來說 就是一個開放社會 和封閉社會之間的鬥爭 在歷史上證明呢 開放的社會 從來是不會輸給封閉的社會 為甚麼會這樣 因為從那個言論的自由 就會激發起我們的創意 如果沒有創意 大家今天就不會用到iPhone 你用的仍然是小米 不過我都在用小米 其實那個概念 這個想法最簡單 最簡單就是 封閉的社會 只可能透過一個 在附生 寄生 在開放社會裏面 才生存得到的 就證如 沒有了iPhone 就不會有小米 你從來有沒有聽過 小米之後有iPhone呢 沒有這件事的嘛 所以今天 在這個中華民共和國裏面 無論他們現在在微博上面 或者這些在外國的留學中的留學生 中國去的 他們怎樣去挖苦 怎樣去諷刺今天我們在香港這個運動 始終這個運動是我們會勝利的 就因為 我們是生活在一個開放的社會裏面 即使 六八九這個政權 它現在是苟然賺錢 但是它不是真的下台 但是它是很可能 在這個運動 進入低潮的時候 又或者旺角這班人 少了的時候 它會做一些反撲 舉個例子 它會對學生秋後算帳 甚至對我們 譬如現在 一直在批評的人 做一些打壓在這裏 但是 只要你們每一個人 保留到一個特色 保留中一個性格 我們就可以面對這個強權 這個性格就是什麽呢 每事都尋根究底 每事都會問 每事都有好奇心 好奇心應該放在哪裏 就是六八九現在收了多少錢 它收了澳洲多少錢 如果你從這個看到 你就很快就看到 究竟這一次 雨傘革命 有沒有外國勢力勾結 現在誰帶頭勾結外國勢力 就是六八九 它收了澳洲錢 收了澳洲錢之後 不敢說出來 那它收了澳洲錢做什麽 大家要查下去 另外你的好奇心要放在哪裏 就是 譬如這些 中華民共和國的高幹子弟 它究竟在香港 它勾結哪些 跨國企業 跟那些外國企業打工 第三個你要問的 就是為什麽香港的高官 以致北京的高幹子弟 這麽喜歡在外國留學 其實就是這些人 帶頭勾結外國勢力 到今時今日 我們在香港 我們在旺角街頭 我們有沒有收過外國人的捐助 我們有沒有被外國人 去這裏講話 完全沒有 你見不到 那麽所以 如果所有你們的 這些 面對這些現在的批評 你只可以答一句 就是 這個是一個香港人 自發 爭取自己 權益 捍衛自己合理權益 的一個運動 我們不需要去怕 因為他們上面不喜歡 所以我們不敢叫 這個叫雨傘革命 這個就正正叫雨傘革命 好 好了 那接著你會問 雨傘革命 靜得下來做什麽呢 其實雨傘革命 靜得下來 不是單止 要爭取香港的普選 爭取這個行政 所謂行政長官 要有人一票 選出來 又或者他的提名權 是怎樣怎樣怎樣 其實我一直講過 正是這些事 正是政制的改革 不足以解決 今天香港的問題 其實你現在正在看一看 你後面是什麽來的 金埔來的 全部 1 2 3 4 5 一路數落 直落金埔 爭何要搞成這樣 這裏以前不是這樣 要解決這個問題 不只是普選 本身是足以解決的 不要誤解我的意思 我意思不是說 普選解決不了這個問題 我意思是說 即使有普選 之後大家仍然要爭取 一些捍衛基盤 香港人的利益 保護我們的文化 這裏就是什麽呢 大家要拿回這份 本土新聞出的特案去看看 就是今天我們香港 對於移民下來的人數 以及他們是什麽類型的人 我們要自己審批的權利 一天我們沒有這個審批的權利 另外我們對自由行 是完全沒有控制的話 大家只見到這條奧國街道 只會繼續沉淪 所以我希望 我最後想講一件事 大家今天要記住 特別在旺角街頭 這裏我們要講的 就是普選這個問題 我們不可以只看 一人一票會選舉 又或者提名權利的問題 我們要爭取這個權利 我們要爭取這個制度 原因就是要解決 我們香港當前 香港人面對的一個最大的 最嚴峻的問題 就是香港人自己 將會在未來的十年 或者二十年之內 成為香港的少數民族 成為香港的少數族裔 我們再講廣東話 不是見到這個是一個法定的語文 又或者是這個最常用的語文 而是你會將它建在學校 絕大部分的校 將來都會用普通話教學 我們來的學生 全部都不是講廣東話 作為母語的 我們的正體制的文化 我們華夏的文化 就要靠我們這一代人 和我們這一代的學生去保護 所以今天大家要記住這件事 這場革命不只是止於普選 它最終的目的就是要捍衛香港人 在香港這個生存的權利 多謝 在香港這個生存的地方 成為脫法